藍色小轎车前轮深陷沙滩 狂踩油门还是原地动弹 不得沙滩车现身救援 25号清晨5点多 民众开车来到宜兰庄围 大幅续日关海平台赏日出 想卡位海警定一排 直接开下沙滩 日出美景尽收眼底 太阳升起准备离开 这下才发现尴尬回不去了 因为沙滩嘛 有些耍帅的就进去了 类似情况太常发生 业者出奇招直接留下救援电话 后来业者很聪明的 就在墙角下那边 用个电话号码 所以你叼掐就看那个电话号码 打电话就有人来了 蓝色小轎车顺利脱困 但荷包恐怕大失血 按照规定业者可依影响游客安全 针对驾驶开罚1万到5万元罚款 除非是被判定误闯才能免罚 夏天海边游客多 水上活动更是大受欢迎 但安全别疏忽 天色刚亮橡皮艇就要出任务 直直奔向海中央 一名52岁男子与另一名43岁女子 早上七点多 在竹台双鱼海域玩力奖 可能经验不足 还不是很会控制方向 不断被海流往外冲 怎么滑都像坐白宫 越漂越远 一下子就远离岸边大约一公里 消防线或通报从水尾渔港出发搜救 还好四十分钟左右就发现两人 并顺利带回岸上 参加水上活动 游客通常怕弄失手机都不会随身攜带 不小心发生意外就难以求救 其实可以利用手机防水袋 背着手机以防万一 但漂太远会不会没讯号 还是得碰碰运气 只是出门完真的要确认现场状况 以免有危险 TVBS新闻 杰大陈刘欣慧 赞幸运 宜兰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